而这次意大利的曼食全球年会 台东馆相当亮眼 吸引许多的人潮 县长饶庆林也带领团队 与日本及菲律宾的曼食分会 进行深入会谈 双方探讨未来合作机会 也期许借由国际间的连结 推动台东的永续农业与曼食发展 台东馆这次闪耀 意大利曼食全球年会 吸引许多人潮参观 而县长饶庆林特别率队 与日本及菲律宾的曼食分会 进行深入会谈 双方探讨未来合作机会 期许借由国际连结 推动台东的永续农业与曼食发展 这次有120个国家来参加曼食世界年会 对我们来说也是开了眼界 当然我们会尽量的吸收 今天非常高兴的是 我们也到了我们隔壁的日本分会 以及我们对面的菲律宾分会 来做食物的交流 以及曼食在各个地区发展的状况 我们更高兴的是 今年初在日本分会交流之后 明年我们也会来参加 日本分会所举办的日本的一个曼食节 除此之外菲律宾也邀请我们去参加 当然这些我们都会来持续做安排 希望把台东的曼食带到我们邻近各个国家 用食物来交流 当然更重要的是让我们重视我们的自然环境 借由食物交流文化 不仅让参与的台东曼食团队增加事业 同时透过台东馆的分享 让国际看见台湾的软实力 我们是希望推广目前只剩下 我们台东成功有的标识文化这部分 那希望提升他们的价值心 让各种看得见 我们自己也去看了很多国家 这个开了眼界 我们好希望大家真的有机会可以来看看 也有跟外国朋友好好推广的台东 因为这次台东的文化真的太丰富了 反应非常的踊跃 大概有六成的人是意大利人 其他四成也是其他来这边参展的一些会员 或者是来自其他国家的朋友 大家的反应都非常热烈 对台湾的食物 这些食物也非常非常的好奇 像我们几乎是一整天讲话没有停 有在介绍我们端出来的这些东西 那其实也很开心 可以把这些在台湾东部的食材 食物跟农产品 带来介绍给意大利人认识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我也乐见在未来有更多的机会 跟方式把同样的东西 带到全意大利的地区 县长饶庆林强调 国际间的合作 不仅能促进台东的农业与饮食文化 走向国际舞台 还能为本地农民和居民创造更多经济与社会效益 并表示 未来台东新政府将持续推动 与国际慢食运动的合作 促进全球连结 让台东在可持续农业和慢食文化的推广上 更具国际竞争力 即将节 台东整理报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